哎呦 不一样了 直到主动喝牛奶了 以前是吧 你让他喝都不喝 全是别人看的给他买的 咱爸说这不都对我笑纳了吗 不养了 对 对 就好养了 中国不在 大鱼大肉少吃 不羡心 不好义 反正你就记住了 对自己好的事 对自己不好 咱们不干你完事 量力而行 对 不要你妈惹我生气 不让你妈生气 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啥 想我俩我熟 好几天没看 他们也想你 但是上医院吧 怕打扰人休息 他俩鸡大就没带他们去 小妈妈 到时候就来了 出院了呢 直接上家来看你了 这个玩意要第一步多了吗 嗯 他们老上再来咱们再玩 对 不搬动 我妈今天在家熟的 你看看 都洗了 把这些熟了 半粽是啥呀 我妈生的豆 鸡蛋糕小豆 妈他买的饼什么的 鸡蛋糕 咱爸这两天在医院啊 住的可累过相啊 忘吃 哈哈哈 地方让人给送去 他们 这俩姑娘 大半夜也去送 昨天晚上明明 踢完球了又干起来 都几点了 都九点了 不去 我揍头告你 哈哈 看玩笑啊 不能走 你不放在厨房间 凉活的要妈妈吃 那后来老多了 妈妈吃 水果你跟我妈 你俩都不爱吃 没事吃点 俺家的水果都不断 嗯 俺家的水果啥都不断 别老心子干了啊 我只知道你啥意思 应该放上去 牛奶该喝喝 对啊 自己要醒的 嗯 放的别整了 刚才不说了吗 不让我妈生气 可别动了 你别洗 这两天住院 我爸在医院也没休息好 嗯 在病床里面来回来点 来护士来查房的 然后隔壁 人也有睡不着觉的 整动的 他也睡不好 让他在家睡会啊 咱俩走吧 爸俩不打扰你了啊 嗯 好好休息 咱们也别出去溜着玩 你跟我爸伤了好 这样这天好 没啥也啥 我还想带咱爸咱妈出去溜呢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咱咱妈咱在想呢 是吧 确实有这个打算 不是说因为我爸生病了 我们才想去的 早就有 早就有这个打算 因为上一次 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 他是2018年去北京 匆匆忙忙的只有两天时间 然后这就是开出了 天脑子那么行 大家去南方 后面有没有好的地方 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苏黄 你看你 四月吗 嗯 要走了要走 咱妈喊我 那你看看 看见多板的 你看 告诉你 手里多板的 妈总说我自己整 妈脑子看看 谁给你整的 保险柜 给我搁这里的 嗯 欢迎你回家吗 嗯 行 你还在喇叭 走吧 你去叫我爸啊 吃点东西 走啦 妈 他吃点饭你都饿了 满了烫 行 嗯 吃点菜 咱楼下就能吃 嗯 他溜达去吧 不骑车了 这么急 骑什么车 没有人 太早了咱来的 咱俩加一大盆一起吃吧 自己加自己 自己加自己 看起来才能吃 两碗自选35块钱 好久没吃 嗯 其实不多 咱俩全是蔬菜 嗯 我们俩这是纯蔬菜的 刚刚就是谈食材 里边一点难熟都没有 我还加了一个安心大 新鲜 你最近那头顶呢 包豆包那么邪乎呢 咋子 包 嗯 是不是啊 我呢 闻到饭点好安静 两个实力干酱 里边一点菜都没有了 饭吃完了 我们两个回店 哈哈哈哈 怎么一口 怎么做到 一口红枕了 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哈哈哈哈 视频的最后 我们两个真的是认认真真的 不是开玩笑 我们俩之前 去年开始吧 就考虑带我妈上乌镇那边 溜达溜达 因为我俩以前去过 然后呢 我妈也喜欢那种山山求水的店 对 完了呢 2011几年了 小妈 咱们一起去了一趟北京 一家四口玩得可开心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想带父母 我们一家四口 去圆堂上的 对 再出去玩一趟 有没有好的建议 或者是有没有 那个 你四月份去乌镇 嗯 可不可以 我说苏杭这边 对对对 应该可以 四月 烟花三月下两头 四月 人间四月多 可以